Ladies and gentlemen 一起歡迎小隊長謝威蕃 我知道他一直都在 我也知道他 他一定會叫我來接這個棒子 然後我還是很想他 我會加油 不好意思 人生有很多巨大的一個轉變 生命當中最可愛的 莫過於找到一個理想的一個對象 另一半 對 另一半 然後呢跟很相愛的人 他們有的一個他們的後代 進入到另外一個階段 就成為一個父親 這個禮物 我要請KID來拔開 怎麼覺得有點溫馨 有點溫馨 恭喜 會不會是 我要到房裡 來了 新的衣服耶 來 小隊長蕭敏 小隊長蕭敏 來 各位 永遠的小隊長 一出 請蕭敏 蕭敏 林博生 為綜藝王很大隻 永久小隊長好不好 好 好 加油 加油 恭喜 榮森 組隊大隊長 恭喜 恭喜 有一個感覺 有開心的感覺 什麼 有感動嗎 什麼東西啊 滿是感動的 真的滿感動的 真的嗎 那我看 OK 穿過去給大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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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偷偷要怎麼樣 偷偷看一下 偷偷看一下 有感動嗎 有 直接打開就好啊 Ladies and gentlemen 一起歡迎 小隊長 謝奮 XXXXX 我們就在 好 他終於得到了 被謝奮中道很感動耶 還有聲音 哎呦 真的是一個聘書耶 請 這個要我們唸還是你唸比較好 自己唸啦 不是你唸是不是 那你幫我講 好 我們合唱 資聘請林復平男神 謝坤達 林綜藝環達 資永久小隊長 客請聘書 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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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答不答應嗎 馬上 馬上答應 我願意 好 我就請當事人 就是我們黑隊的小隊長 跟我們大家支持 我剛剛真的以為是要 繼續有關卡 或者是要講一些KID什麼話 真的是蠻意外的 就之前連續參加了三季的玩很大 然後那個感受 其實跟之前來參加玩大的時候 是很不一樣 然後也覺得自己就很 就 對啦 真的很謝謝 我會繼續加油 這個是本節目的真正的第二張 第一張當然是 我們永遠的黑隊的好兄弟 好不好 然後其實剛好就九月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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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了你知道 就變老把油了 老把油了 為什麼心裡面有感動 講講 不是 因為就是從第一代看 然後到後來因為小鬼 小鬼的第一集也是我去的 就是幾個 對 就是那一集 對 就那一集很累的那一次 對 然後 反正就是太多事情了自己 對啊 然後昆達也是我第一次跟玩很大出國 去荷蘭 荷蘭 就是 然後那時候 就是他們兩個還在叫我主啊 因為誰當小隊長啊 什麼 然後就是看著玩很大一路的路程過來 這樣子 然後我也因為玩很大跟鐵裡面這麼好 所以每個街棒的主持人 其實對我們來賓來講 都是有自感情在的 當然 你問我為什麼選擇今天又過來 因為我真的很久看到他 然後今天昆達看到我第一集 他就說你怎麼會來 對 因為我就覺得 我很想要有 兩個隊長的這樣的場面 OK 要好好去參加 我 我 快收啊 你會發一張獎狀給我 所以很開心 我們又回到兩隊的一個賽制 其實我剛剛在那邊的時候 我覺得一開始是 太突然 因為這件事情其實我 就是一直都沒有想過 然後後來也完全就不會去 去想這件事情 因為我覺得 在我心裡面就是 就它的存在 所以說我知道我來 萬安大其實 是有我的任務 跟有我想要來的目的 所以剛剛其實在 憲哥講完這一期的時候 有一下子是 一下子沒辦法接受這些事情 所以後來 我有放空了一下 那時候放空的時候 就好多 好多的那種 畫面 譬如說那時候跟他兩個 在競爭小隊長的時候 然後很多一起參加 萬安大的時候的闖關啊 或者是出國啊 或者什麼 真的好多 剛剛真的突然間 一下子突然間涌上 所以那個心情真的很複雜 我想說就是對 我會好好的 把他這個棒子接好 然後 我會繼續坐下去 好好的扛著 我知道他一直都在 我也知道他 他一定會 叫我 來接這個棒子 然後 我還是很想他 我會加油 前三季那時候真的是 有一種 考驗吧 就是在 小隊長的試驗著 就好比今天 這樣子 新的一季 然後有全新的隊員 我還是覺得有好多 是我要 努力跟 要學習的 畢竟鬼哥也是努力了一年嘛 我會加油 請問我們 請我們 你估計 你 你 有 那個嗎 請他